您是怎么能够成为公公的人呢 这谁呀 我们事业我们都不灵啊 您怎么就成公公了 这你才成公公了呢 不是你会说人话不会啊 你看夸他也不行 这是夸我的吗 那叫什么 您怎么就会成功了呢 多了个字 你多一字我这儿疼死 于谦的即兴现挂有多绝 跟郭德纲主导一个改说一个感接 猜了啊 这回行了 你有钱了 报复以前贫穷的时候 干嘛呀 吃喝玩乐呀 我就造钱 造吧 家里的马桶 黄金打造 那么高级马桶 谁家有钱 有有我这有钱 这没有 马桶黄金的 好 搁墙上 搁墙上 像墙 人拉得了那么高吗 不愧是国府第一捧根 绝不让任何一句话掉地上 你果身体 出一角色 出二吃面 这家是不一样 鱼老家可能也不太一样 你个地串买单 你个吃吃一个 豆质感气不上的 你只是露到车里 因为你不能直接吃 秦潇贤呢 这俩个叫智利 你要做旅行家 智利盛利亚哥 卖这 哎 以为是李连杰的媳妇 你 only me 送我的蓝 一句郭德纲 我们从此分道扬镳 这不就是妥妥的神来之笔吗 买什么这个四合院的 买房子没品位 你买什么 买中南海 只要调侃的对象 不是于谦的家人 郭德纲就永远占不了便宜 给这狗啊烫成鱼籤的呀 就是说我干嘛呀 烫完了 接触了一看 怎么没毛了 我改您这发型了 这是不是所谓的 清除玉兰 圣玉兰 师傅官 我是这样教你的吗 师傅当年 在世的时候 当时你师傅就说 小石 你瞧这孩子 在台上这相声 感觉这个状态 太他们好了 你听他这个嗓音 那么洪亮 吐字那么清楚 太难得了 真他们好 就这么行了吧 要是没签关的一下 就跟炒菜没放言似的 里边有一个 有技术的女人在那待着 什么叫有技术的女人 等坐着坐着 签打那过 目不斜视啊 人家里面的大姐敲窗户 非常完美的全身 什么是三分等七分旁 我们有的演员 他那唱根本就不够水平 还有人给上花篮 对呀 他凉调 他能建四十多个花篮 不少 我这么卖力气 我连个花圈都没有 人不到岁数呢 气得我 有保安没有啊 我再弄出去 果然最了解你的人 才知道你的软肋在哪里 吃饭了吗 吃了 终于师傅得吃点好的 吃什么呀 窝头 硬紧啊 硬什么紧呢 那个吃点好的 好窝头 吃点贵的 贵窝头 吃点露脸的窝头 这么给徒弟吃的 早晚也得退出 知道吗 直到看见运运棚 失去表情管理的大小鼓掌 才明白 他教出来的徒弟 不比师傅过得刚差 25了 因为我喜欢吃螃蟹 小菊的这个燃炸全场的包袱绝对是现况 因为玉玉的表情明显是先愣了一下 但是很快他就顺其自然的揭了下来 等天晚上的师傅负责专场中 玉玉皇算是再次拯救了德云社的危机 因为前面几组演员的表演效果有点冷场 掌声甚至没有于谦这个主持人多 整场的压力都给到了玉玉师徒 而在上场后果然没有辜负千儿老爷对她的气派 小菊只用一个破包袱就把场子惹翻了 大家都知道玉玉最厉害的就是控场能力 临场八会更是一轮 这一点他毫无保留的青囊相守都给了徒弟 这整场演出中嚼嚼者是小菊无意浪 难怪在反场的时候被师爷单拎出来夸奖 都说他跟师父的表演方式就像照镜子 但是他并不是鸡血的模仿 而是琢磨出了自己的风格 咱们来个喇嘛说拎着我去躺吧 咱们来个哑巴叫里面这个喇嘛 慢慢来你躺不喇嘛 要他躺不快别喇嘛呀不得喇嘛 别喇嘛呀不说拿去玩去别不玩快了就行 今天啊就叫师徒专场 都是师父和徒弟的关系 但是刚才你这两句不是我教的我感觉 是是是你家我也也会 不要脸那个劲是我教的 那些说玉玉没资格收徒的可以歇息了 无论是小菊还是小婷 哪一个不是在众多诗书中脱颖而出 怎么来了 这场面又是让主流看见 肯定又该说破坏艺术的完整性了 一位观众送了一朵菊花 工作人员这菊花不是不让带下来吗 菊花是怎么不让带的呢 听说是意爆品 意爆品 意爆 台下喊话的大哥是不是老郭故来的 要不然他和于大爷怎么配合的这么完美 我唱的一句现在都没人唱了 因为这个 你瞧你的那个爱好 你拿我当主流相的那人不行 主流相的哪会这 德鱼社的笑声不能一直看 要不然容易塞帮子堂 牧原 月云旁啊 他就得是配角 没关系 知道吗 你干什么 我当配角 你别笑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我像你哪朋友 我像你哪朋友 你干什么 我像你 二哥这控场动力太稳了 遇到董行的观众也丝毫不慌 七十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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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人家八十六了 六三 算了好多年 或者人多大算了吗 八十六了 算了八十四年了吗 三十四年呐 这么多年啊 这么多年 就没有人拆穿过我 哈哈哈哈 没想到今天来了个董堂呢 哈哈哈哈 本来可以算得上个演出事故了 却因为他的积极互动 变成了逗乐全场的包袱 清博主观以来三百多年 对吗 哈哈哈哈 三百多年对吗 哈哈 差不多吧 俺中讲就是撞尖里面 是吗 撞尖里面啊 我不是蒙你 我今天肯定蒙不了你 是他在那 哈哈哈哈 云云鹏一年不一定来回小剧场演出 好不容易来一次 竟然遇到航天局团建 我现在知道咱们中国有一个航天局吗 我叫航天局是吧 酒量我们的目标是做最严谨的向上 人都掐纸一算吗 啊 白江子得掐尾啊 他怎么不掐纸啊 对啊 你爸爸都告诉你了 那我得问你了 他没有纸头 怎么掐的尾啊 他没有纸头 怎么掐的尾啊 舞台上遇到一个下大查大 没有点情商真的下巴雷台 据我掐算 不出三到四个月左右 你会迎来一场史诗级的大运 这我的包裹 你说什么 这是我们台下最好的包裹 我好几年都都这么演 重新来一遍 我要过两个瘾 我问你 你会迎来一场史诗级的大运 我就是 打我这儿不杀俩人的 你看 云鹤九霄龙虫 云鹤九霄龙虫 还诈骗 这我有什么关系 哈哈哈哈 你会出现我了吗 云鹤九霄龙虫 担挂还是得看德云社 小则客的图孙都能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这实力谁看了不得夸一声厉害 反应那叫一个快 什么话都能接得住 二哥不但没让话掉地上 还给大家展示了一下他的破包袱 这猫群的有人以为我是肖 叫我刘肖挺 怎么我平时也不闹哦 谁能想到说个相声竟然还遇到了董行的观众 小婷在台上挣董包服 却记错了严宠年的岁数 被姑娘当众指出 本来大家还担心她会被撂在台上 结果她秒反应过来完美的解决 还全场和观众互动将效果拉满 让整场演出变得更有意思了 真不愧是约翁的顶门大徒弟 这场黄鹤楼绝对的风神浪 千人诸葛亮给九台嗓子都整批了 其实专场前小婷的嗓子突然哑了说不出话 土豆粉们心疼她 于是就出现了经典的一幕 九台自己给上千人捧根 以整个的皆大欢喜 不得不夸一句 冤云旁交出来的土地一点不比的师傅差 商校局在跨年的舞台上直接立完狂澜 将已经冷掉的场子成功燃霸 在天津演出是真难 但是也真锻炼人 小菊把螃蟹翻出一个线挂时 越都是既惊讶越欣慰 孩子长大了做到了青春玉兰胜玉兰 我喜欢吃螃蟹 您是出题还是点我 这能清楚 您是真想吃完还是点我 我想过来的 我就在点你 难怪他能成为刘德华最喜欢的相声演员 对春莱的时候这个逗号被跑火了 结果他一个句号完美盘了回来 一次白面往下扔 豆汉 你怎么这么幽默啊 豆汉 真的 真的 第二句应该是句号 你真的 你不能光幽默呀 那是一个 天 虚子 哈哈 说话这个小可爱 虽然你做的最后 还比较轻松一些 但是我也直接的怎么说话呢你 随事儿趋呀 随事儿趋呀 这样的场面在德文社简直手易载 但是到了主流面前就是破坏艺术完整性 人不是人都掐纸一算吗 白凉子得掐尾啊 掐尾 他怎么不掐纸啊 他没有 你爸爸都告诉你了 我得问你了 哎 问啥 他没有纸头 怎么掐的尾啊 畜处都在捧根的余大眼 通俗易动的向观众解释相声皇后的真实地外 老秦也有智商在线的时候 我爸无论意 我爸无论意 莫大 我是真没想到遇到这么大方大 酒粮那句提问真是精髓 收了你信不信 你爸怎么到哪都带着你 来啊 我在北京我就放了 在北京说事 你就脚步了 我连听你都不放我 爸爸帮你 爸爸带你 爸爸带你 送你了 你等会儿等会儿送他了 你这媳妇还是孩子 九龄的情声简直爆表了 用着正经的方式开玩笑 把搭茶观众说了 包袱也抖了 这位小子啊 你是不是就是刚才从开场一直在搭话 是不是是他吗 是 听话我没事 因为这样你爱说话就有加入则局社的潜费 加入好不好 好 孩子一声啼哭吓坏台上演员 直呼这是祖师爷显灵了 那许先生是这个模样的 要给你学一学 您来来吧 你都显了神通了 白丝呢没变好 没听说过 变成一小孩了 不管台下的观众怎么搭茶 赫伦永远有新的包袱去应对 有男的脑子转得是真快 装完一把瓜子就想好了怎么化解尴尬 是不是没奖吗 怎么没奖 这没不是没奖什么 半天奖哥给舔了 谢谢我儿子过来 就男人吧 我劝你老师 现在你哥这儿抱我零花针 蓝蓝彻底委屈了 被搭档欺负也就罢了 观众咋还偏心呢 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一个搭档 谁啊 叫石爱东 哦 石老师 石老师 那是我这辈子最棒的一个捧跟的 对 嗨 谁不是姜叫 随约的反应速度有多快 云云鹏本想借着前搭档调侃一下 结果他的一句谁不是姜叫 尽献捧跟公敌 难怪说老顾把东人说最好的捧跟给了小渊 我师爷 你师爷 我师爷红吗 红 侯岳文 二生 二生 对不对 是 二生 他师父跟我师爷搭档 对 但是他师父就不行了 师父宽 一生 就不行 没有我师爷红 我没有你师爷红啊 但我师父健康啊 一月之四 古人是德云社捧跟东汇的技能 这句话真是直戳人家修窝子 谁啊 我师父师父宽啊 那么难以启齿吗 我师父有什么难以启齿的 我师父师父宽 那么害羞干什么 谁还我师父 师父宽也很厉害 对我师父不做事的 师父宽也很厉害 我师父多乖啊 我师父不乖吗 你师父这辈子就没有乖过 我师父在我师娘眼里是最乖的 怎么了 文贵是相视之家 一个现挂 三个字差点掘护阅云房 怎么气这猪 你你瞧瞧 是人就得问这事 你是不是跟猪有点什么关系啊 十年了 主流演员请大家别打查 保留相声完整性 孙月我的帐主子来了 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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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帐 我的帐主子来了 大哥怎么了 你什么嗓子那是 什么这么嗓子那是全场 搭档在于互相成就 越来越好太好课了 该队的时候毫不随软 该护制的时候时就愁 这个笑点直接拉满了 根本接不住 为了多包袱 连自己都不放框 三分斗七分榜不无道理 就问观众 这个保一送一的买卖值不值 这才是活八道 你贴这个大脸 我这这包我包我包我 什么叫包你啊 咱们是个集体 算一会儿 你放枪没事了 我有事啊 打包行吗 什么叫打包啊 保一送一 包谁送谁 都听着了 凭什么问题 帮你送我行吗 猪鹤松这么多年没被打死 真是豆粉的善良 他碰根永远不按照剧本找 告诉一下汽车 到底谁才是主人 谁才是当家做主的领导长 什么汽车 他加柴油 我不太懂啊 就是你什么车都能加柴油 别惯着他 用漫条丝里的语气 却说着最气人的话 关键你还挑不出他的毛病 这不是北京吗 哪有山东群众啊 我跟你聊地狱了 我说别山东群众 这不住的都是楼房吗 谁还住山东啊 真的我现在真想给你来个大嘴巴子左右组 让你永远嫉妒我 说话老欺负人在舞台上 不闻明了啊 谁欺负谁啊 大嘴巴子左右组 谁欺负谁啊 管道对不对 先说出来就站立 主打一个牛头不对马嘴 豆跟的心情不再考虑范围 唱啊曹操 不是英雄 不是三伯 是曹操唱不是唱曹操 侵犯别人版权敢唱热歌 你小心林子祥告你 听子祥告我 我唱草草 爱他哪疼啊 这个小套途让你永远琢磨不套 蓝蓝应该是唯一个在这个包袱上吃亏的豆干 不愧是捧根巨强 这杀伤力直接拉满 只要站在桌子外边了 统统不放过 这件事跑着你也没太难为我 咱谁也不难为谁就是聊聊天嘛 猪严 尊贼 哎 我那本人从来不这样啊 这就是巨匠啊 就这样人有搭档的 他爸这位子啊 没儿子 我爸没儿子 我呢 我哪知道 你不要认为你长得像我 你就问我 杀 巨匠最可乐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不乐 自己都不知道下一句能说出啥 所以根本不管你接不接的上来 多住一口人 谁多住一会儿咱呢 你想虚报一口人 都要一个金牌 对啊 这高人这个相当花人都忘了嘛 你不要笑在样子里 主演真的 你要我心里面的窗户做人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我还能过了一只熊 哈哈哈哈 我把他咬了 哎呦你妈 你爸跟你当妈呢 当配偶 嗯 他们的老大 你干妈带出来 我要给他洗衫眼里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